警方埋伏發現了嫌犯身影 立刻上前抓人 警方在高雄偵辦詐騙案 攔截嫌犯之後 隨即進入機房裡頭展開搜索 刑事警察局偵辦詐騙案 發現了詐騙集團 透過貓齒這項不法電信設備 群收簡訊 製造通訊斷點的特性 聯手境外的賭博機房 詐騙賭客的賭金 從2023年的11月到現在 不法的交易金額 已經超過了新台幣9億元 除此之外 警方也查獲了DMT詐騙機房 也是遭到警方打詐查獲 發現了是用假冒身份的手法 坑殺被害人 警方分別在台中跟高雄 瓦解這兩種電信詐數 逮捕八人移送法辦